嗨你好我是牛奶爸 今天是手断掉的第七天 现在已经慢慢在复原当中 虽然每天还是很痛 今天来回答一下一个朋友询问的问题 他说要买网址的时候 有没有推荐的网易中心买网址 好我这边推荐三家买网址的地方 为什么推荐这三家呢 因为这三家呢 功能都不错 第一个功能都不错 就是可以设定这个A记录 可以设定这个MX记录 可以设定转值 然后第二个条件是 这三家历史都比较悠久 直接开始讲 第一个PC Home 它的特色是 简单方便 有客服 因为它在台湾 有客服电话可以做联系 或者是至少有那个信箱 可以去联络它 他们会回信告诉你 然后它全中文的页面 然后它设定简单 myhome.pchome.com.tw 好第二个就是网路中文 网路中文其实是非常早的 早在我在2000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买网址 好像是在2000年的时候吧 第一次我是在那个Cnet购买的 那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时候有Cnet跟那个台湾网狱中心 还有这个网路中文 所以这是蛮老牌的一个申请网址的地方 好第三个是 GoDaddy GoDaddy目前从去年开始已经出了中文版 之前只有英文版 然后现在有中文版 而且它会自动切换到你是台湾的话 它的网址会自动切换到 TW开头 然后点GoDaddy.com 以前都只有GoDaddy.com 就是直接连到美国的网站去 然后没有中文版 那现在已经有中文版了 所以这三个地方都可以 那PC Home是我比较推崇 就是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在PC Home 因为我觉得设定比较简单 然后呢 今天没有要讲设定 因为设定比较复杂 在我们进阶课程里面 都有讲这些东西 好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要分析一下 你在这些地方购买的时候 那个朋友是问我说 价格不一样 应该怎么选择 基本上 我觉得简单就好了 如果你的程度没有很好的话 我觉得简单就好 就是在PC Home 虽然有可能贵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啦 因为一年只有几百块 那如果说有的 比如说有的 四百多 然后七百多 你可能觉得一年多三百 你很不舒服的话 那OK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网络中文 或者是GoDaddy 但是 但是有个重点就是 第二年到底多少钱 这是陷阱 好不好 像这个GoDaddy呢 他常常 常常在第一年的时候很便宜 可是第二年的时候 价格反而比别人贵 不一定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这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一次买五年 或者是一次买十年的价格 在不同的网站购买 价格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你不要只看第一年哦 不要只看第一年哦 比如说我PCM 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RRTTT 这个应该没有人有吧 然后我勾选这个.com的好了 .com还有.com.tw 把这两个勾起来 然后购买 好 RRTTT 好这个.com的已经被买走了 那我用另外一个来做范例好了 P-L-O-I-O-P 我随便乱打的 然后.com.tw还有.com 这比较代表性的 我把它勾起来 好 你看台湾.com.tw的是一年八百块 然后呢这个.com的是一年七百二十块 好 我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我们到这个网络中文来看一下 网络中文这边没有登录哈 这个我用GoDaddy来比较好了 比如说我刚刚的要买的那个网址是 这一个.p-l-o-i-o-p.com 搜寻网狱 好然后我就按这个选取好了 先选取 这样就好了 然后前往购物车 前往购物车 好 他对这个隐私防护 又要再加279不要 谢谢不必了 然后要不要主机 谢谢不必 谢谢不必了 谢谢不必了 好继续 好 最后 最后是608块 可是这是两年 两年608块 那我如果选一年呢 一年的话是349块 所以如果是.com的话 一年349块 看起来是GoDaddy比较便宜的 然后PCOM的话呢 这个.com的话一年是720块 所以在PCOM是比较贵的 好那第二种比较方式呢 我们来看哦 假设我一次买10年的话 10年的话是4800块 好在PCOM买.com的话 10年是4800块 在GoDaddy呢 我如果一次买10年的话 4,680块 所以GoDaddy获胜 4,680块 如果是.com的话 10年4,680元 然后这边是4800 其实只差120块吧 那其实价值120块 10年来算的话 其实就不多了啦 那在PCOM的设定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你要在PCOM 比较简单的平台去设定的话 那你就在PCOM 那GoDaddy目前是不错 就是因为它也有台湾的 支援台湾的这个语系 而且呢 它最底下还有这个02的服务电话 支援团队 所以呢 GoDaddy目前已经追上来了 因为之前它没有中文语系 而且也没有提供这个台湾的电话 可以去做支援 所以目前GoDaddy跟PCOM 两个你都可以考虑 然后网路中文呢 这是一个老牌子的 所以你自己再去比较看看价格吧 就照一样的道理去把这个网址贴上去 然后选择你要的网运名称 这边就可以看到价格 它一年也是720块 10年的话呢 4800块 所以这个网路中文跟这个PCOM 4800块 价格是一样的啦 价格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你去看这个.com.tw的话 一年八百块嘛 然后这个 这个网路中文这边 这边没有一年的 但是两年就1600了 好像至少要买两年 没有一年的 然后10年的话是6400块 .com.tw比较贵 然后看PCOM PCOM10年的话 也是6400块 所以目前比较起来 网路中文 这个网路中文的价格 跟这个PCOM的价格是同步的 差不多 好 那godaddy的话呢 godaddy目前是刚刚看的是.com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没有.com.tw 搜寻一下 .com.tw 699按选取一下 然后前往购物车 这边 这个叫upsell 就是网上销售 那我们不需要不需要 你就选不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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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然后继续 这边 这边 在底下 上面这个我们先把移掉 这是.com的 因为我们刚还没结账 所以他还存在那边 好 你看 .com.tw在godaddy购买的话 一年是699 然后PCOM 一年是800块 然后godaddy一年是699 所以godaddy目前胜利 价格显胜 然后10年的话呢 看一下这边 10年的话是6400块 godaddy呢 10年是9870块 所以呀 你要注意哦 你要注意哦 PCOM 跟网络中文的.com.tw 一年6400 可是godaddy 不是 10年6400 可是godaddy10年要9870哦 所以 要注意 你一次要买多久 那我个人建议啦 一次买10年啦 那要不要tw随便你啦 应该说尽量不要啦 因为第一个 你要tw的话 你你.com.tw的话 你一定要有公司的盈利失业的证明 如果你不是企业的话 就不要用.com.tw 但是如果你是个人的话 你可以申请.com就好了 不要.tw这是OK的 因为国际网络都是这样的 国际域名都是这样子哦 除非你.com.tw你才需要提供企业的那个盈利失业证明 盈利失业登记证哦 然后如果你是个人的话 你就不要点tw的 你就申请.com.com 就好了就可以了 而且比较便宜 OK好 这是给你参考 给你建议哦 所以这个问题就回来到这边啦 这样了解吧 OK 所以目前看起来是 pchome跟godaddy这两个 你可以去互相做比较 那如果你还要在精打细算的话 你再去比较一下 看网络中文有没有不一样吧 目前看起来是网络中文 跟这个pchome的价格好像是一样的 好就比较到这边啦 其实这三个都蛮稳的 都蛮稳的啦 OK 所谓的稳 就是说 DS网站不会挂点 因为一旦挂点 你的网站就找不到了 pchome曾经挂点过一次 这十年来 曾经挂点过 我碰到过的 大概挂点过一次 就是打我的网址 找不到我的网站 但是不是我的主机的问题 这是这个网址 域名中心的问题 曾经出过一次状况 可是还好 就那么一次而已 而且 不会很久的时间 所以OK啦 我是牛奶爸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